其實理論上只要有個模擬器 然後我就把我寫完的專案直接丟過去就ok了 理論上我們這個練習本來是一隻狗 加一隻貓 當然我是希望說這個是因為我提供給各位的素材 所以請各位再做另外一個變化 所以等於是做兩個專案 所以請你們後面的時間給各位做練習 請你先再開新專案 新專案裡面的話就請你自己去找其他的素材 包含你的圖跟你的聲音 那個聲音檔網路上應該有蠻多那種 就是什麼MP3 所以你只要找到那個音效檔 然後按下某一個按鈕什麼圖 可能是跟我一樣貓跟狗 你可以去找別的 比如說你可以去找鳥類的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其他動物 可愛動物或是什麼 甚至也不見得一定是動物啦 反正你就按下什麼一個圖 它會播放什麼樣的聲音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練習 給各位就是 做個變化題啦 所以今天也許主要就是 教兩個專案 OK 一個是這個本身的這個專案 這個是基本的 另外的話你就想一個 但是你 至少就是 至少兩個圖好了 你就是想說 你想要做 你有什麼 想要做的這個 然後找兩個圖 然後這兩個圖的話呢 就是 再找兩個聲音 或者你想要多做一些 OK啦 可能四個也沒關係 你可以1234 按下哪一個 它播放什麼聲音 OK 大概這樣的練習啦 然後 這個是今天第一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 又會再把這個 App 再延伸 所以其實你說只能做這樣嗎 倒沒有 其實除了說可以播放音效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做蠻多的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如果假設你想要再 延伸去學習的話 其實這邊幫助裡面其實 我發現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除了幫助以外 這個使用者介面上面也蠻多可以用的 那至於我們這個其他的介面該怎麼用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包含就是說呢 這邊除了按鈕之外 它其實還有什麼下拉清單 或者可以輸入文字 這邊下拉清單 那其他還有像 如果你要有很多個 圖的時候 那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要放四個的話 它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放四個 按鈕的時候 它只能上下放 你說老師那我如果想要放左右的話怎麼辦 像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放左右好像會有個問題 它沒辦法左右 它只能上下 它一直疊上去而已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放左右的話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叫介面配置 你可以給它一個框框 讓它放進去 它就會放左右 那你怎麼知道哪個是左右 有沒有看到這邊不是有個水平配置兩個嗎 左邊右邊 如果你要四個的話 就是上這邊有沒有表格配置 這個 這個跟這個 什麼差別 一個是有捲洞配置 所以我用這個 水平配置 那先拖拉到它們的上面 水平配置 然後再把這個 這個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一個 那或者從這邊也可以 這邊拉近它 這邊也可以把它 再把另外一個 也把它配置放進去 它就會 做一個 版面的編排 那版面編排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比如說包含就是它的 我先把這邊 再調一下 比如說當然你可以 不要用那個 我先把它縮小一下 也許把它稍微 這邊像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你可以利用這個 介面的編排 然後去做排版 然後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些相關功能 這個後面我看我們有時間 有遇到的話再來看 那其他還有相關的教學 那請各位就是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有個水平配置 你可以把這個 配置在哪裡 在這個下方這邊 如果你要左右放的話 那第一個你可以拿一個水平配置放在上面 接下來的話呢 它有個框框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這兩張圖 先把它調整比較小 再放進去 不然如果假設你太大放進去 它會 它會整個 擴張太大 底下的就沒辦法放 所以我要怎麼調它 第一個的話 我是建議寬度 因為左右嘛 各50 所以你第一個把寬度 把它的比例調成50 按確定 第二的話高度 高度我是建議 大概你調一個固定像素 我大概設定200左右 我剛剛試了一下 200差不多 然後呢 接下來把它調放進去 這樣就一邊對不對 再來就是把這個調一下 這個大概也是調50 然後呢 寬度50 那高度的話呢 大概也是調200 200 不過這200數字可能你自己再調一下 大概的一個數字 然後再把它拖拉 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這個裡面 放開 有沒有它就剛剛好放進去了 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是四個的話 你就用表格 表格的話就是剛好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出來的話就是 剛剛好按照 你要放的方式 去 去秀了 如果你想想說老師他如果不要用表格 我用兩個水平也可以啊 反正你只要排版不要亂掉 這樣子按下去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 基本上就是 了解那個 App Inventor 如何 建立 按鈕發出聲音的這個範例 然後 再來就是說呢 請各位 自行再去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界面的配置 可能你也許打 大概原理原則都一樣 你如果要垂直的也可以用垂直的 如果你要表格 如果你有很多個 你也可以用別的 其他的話 至於這個 其他的相關功能 我們之後再來看好了 來把 畫面在 那最後 下一次上課 我們就會再做另外 今天可能 再做一個 可能時間會不夠 所以 下一次上課可能就做一個 12生肖的練習 不過如果你假設不一定要 12生肖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 12星座 所以就會變成 12個 圖 你會發現 它是放在表格 因為12個圖 你要剛好放在一個界面上面 其實會 如果不用 表格配置的話 那它一定會亂放 所以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用到表格配置 然後把圖給放 加進來 然後再做 當然後面我們會 加上12生肖之後 讓它可以 直接點 比如說哪個生肖之後 它會跳出那個生肖的相關介紹 那我這個相關介紹的話 我又把它放在 範例檔案這邊 就是 12生肖的 JPG 跟12生肖的相關的資料 將來當然我會希望說 12生肖如果點擊其中一個的話 12生肖的 運勢 這邊有沒有 運勢 可能有個下拉清單 讓它選什麼 選說它的運勢 然後如果是老鼠就把這個運勢 秀給它看 這裡面資料還蠻豐富的 當然除了用 12生肖之外 你們也可以 變化題 可能12星座 或者是其他東西 可以做個變化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 把今天的作業完成好了 包含就是說 這個 基本的按鈕 然後再來就是 做個變化題 請各位 自己再去找圖 圖不要跟我一樣 我剛剛給各位的是 我找的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一些 就是 素材 生育素材 網路上應該還蠻多的 嗎 我們來看看